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平壤之战 平壤之战是清军和日军在朝鲜打的第一场陆战 这场陆战非常重要,它和黄海大海战 这两场战役是整个甲午战争里面的一个转折点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平壤之战的详细经过 在讲平壤之战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城环崖山之战 城环崖山之战是清军和日军在朝鲜境内打的第一场陆战 日本方面是在7月23号控制了朝鲜政府 然后他们建立了亲日的政权 在朝鲜建立亲日政权之后 日本就以朝鲜政府的名义发布公告 让清军退出朝鲜境内 就这样清军在朝鲜就失去了合法的地位 日军就开始在朝鲜的境内四处的寻找清军的部队 这时候日军到达朝鲜的兵力已经有8000多人了 而清军还只是叶志超和涅士城的2000多人 日军的侦察队很快就找到了清军驻扎在崖山 那7月25号也就是日军在海上发起封道海战的同一天 日本的陆军也从汉城出发了 他们的目标是崖山,崖山的清军 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旅团长大岛一昌 大岛一昌率领的部队有4000多人 他们带着重武器八门线营炮前往崖山方向 就在日军从汉城出发的时候 叶志超这边也得到了兵力的支援 李鸿章从国内派的运兵船已经到了两艘 叶志超得到了1000多名兵力的补充 他的整体兵力达到了3800人 但是李鸿章给叶志超在之前下的命令 还是不能率先发起冲突 但是这时候朝鲜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叶志超他能感觉到为了应对日军有可能要发起的挑衅 他做了一定的战斗准备 崖山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地方 叶志超就下令他让涅志成率领2800人到承欢驻守 承欢是汉城通向崖山的必经之路 承欢的帝势更利于防守 叶志超留下一个营500人驻守崖山 然后他自己率领一个营500人退到了宫州 清军在崖山的总兵力是3800人 日军来袭击崖山的兵力是4000人 双方本来兵力不小上下 但是叶志超这样的安排就使得清军有限的兵力完全被分散了 这位后来战场上失败埋下了伏笔 7月28号深夜 日军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了城环外围的安城渡府街 安城渡是河边的要挨 日军在渡河的时候遭到了清军的袭击 双方展开了击扎 清军是提前就在这里构筑了防御工事 在造防御工事的时候 他们提前蓄水 造出了一片沼泽地 凭借着对沼泽地的利用 清军淹死了日军29人 并且击毙了多名日军 但是由于在这里埋伏的清军太少了 刮不敌众 他们只能被迫撤退 日军就夺取了安城渡 日军在夺取了安城渡之后 他们集中兵力向城环发起攻击 日军的战术是首先占领制高点 然后用行营炮 驱高临下 反复轰击 然后暂时步兵 骑兵 跟进冲锋 左右包抄合围 接连攻占清军的壁垒 清军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也是竭力作战 但是清军的兵力只是对方的一半 人数上的劣势很明显 在战场上 清军缺乏近代化军事训练的问题 也完全暴露出来了 清军尽管拥有先进的连发步枪 但是他们使用的队列 却还是僵硬呆板的现实战法 他们完全不懂得散兵机动战术 清军也有行营炮 而且装备的行营炮 一点都不落后于日本 但是士兵在使用的时候 却不知道几种火力 他们把行营炮散落的 不止在第一线步兵线上 这样既发挥不了火炮的战力 还容易被敌人摧毁 而且步兵一旦溃败 火炮也就拱手让给敌人了 反观日军的战术 日军是先用密集的炮火轰击 然后用步兵骑饼 左右合击的机动战术 日军在战场上打得非常有节奏 他们用这样的战术 在后面的战场上一再使用 屡试不爽 几乎每次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承还战役打了有一个小时左右 清军伤亡惨重 实在坚持不住了 清军开始后退 承还失守 承还失守之后 崖山也完全失去了屏障 坐守在崖山的500人 很快也就顶不住了 开始后退 崖山也被日军占领 涅志超和涅士成 带着败退的清军 绕行1000公里 退到了屏壤 日军占领了崖山之后 朝鲜的南部 就完全都落到日本的手里了 日本不再有后顾之由 可以专心的北上进攻屏壤 在经过了丰岛海战 和承还崖山战役之后 1894年8月1号 清廷正式对日本全战 日本也在同一天 向清国全战 两国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 在国际上 除了俄国之外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 西方列强都宣布重立 清军和日军的下一个战场 是朝鲜北部的平壤 从7月下旬开始 李鸿章就调动各地的淮军和凤军 往平壤增兵 到8月底 各路部队陆陆续续的都到达了平壤 在平壤的清军一共有15000人 这15000人是由五支部队组成 这五支部队分别是 魏鲁贵的盛军6000人 马玉坤的义军2000人 左宝贵的凤军3500人 丰生俄的吉林炼军1500人 还有叶志超、聂士城从崖山退过来的2000人 这五支部队平日里并不熟悉 但是由于叶志超的关系最高 李鸿章就命令叶志超为五支部队的总统帅 在8月底 日本方面也做好了进攻平壤的准备 日军用于进攻平壤的总人数是16000人 这16000人分别是最早进入到朝鲜的 大倒异常的混城旅团 新登陆的第五师团 还有第三师团的一个混城旅 日军的总指挥是第五师团的师团长 叶金道贯 日军的战术是兵分三路 包抄平壤 三路大军同时出发 相约在9月15号之前抵达平壤城下 平壤是朝鲜北方的重镇地处平原 城的东南方向有宽阔的大同江 大同江是保护平壤的一道天剑 平壤城高10米厚7米 清军在到达之后 进一步地增加了平壤城周围的防御工事 平壤对于清军来说是一座非常有利于防守的城市 叶志朝关于防守平壤的部署方案是 平壤的东南方向在大同江的南岸 船桥里的位置构筑五处堡垒 由马玉坤率领异军和一部分盛军防守 平壤城南面在大同江北岸 西有一道2000米的防御墙 墙的高度要到人体凶的位置 在墙下布满地雷 这是在城南面过江之后的第一道防线 由威鲁桂率领盛军防守 在平壤城的北面 玄武门外面的牡丹台 是全城的制高点 玄武门和牡丹台由左宝贵率领凤军防守 平壤城西面的景昌门由叶志朝率领他的部队防守 防案定下来之后 清军的各个将领就分别奔赴自己的住房地 开始加固住房的防御攻势 各个将领之间的联络 主要是靠新架设的德律峰 9月12日 日军的三支部队分别到达平壤附近 他们的战术是采取报超合伟的策略 分成四路进攻 大岛一昌率领第九旅团 向守卫在大同江对岸的船桥里进攻 大岛一昌的兵力有3600人 野进道观率领第五十团 进攻平壤城的西南面 野进道观的兵力有5400人 历剑上文率领第十旅团 也叫朔宁支队 从麦田殿渡过大同江 绕到平壤城后面的东北方向 他们的目标是攻击平壤城北的牡丹台 朔宁支队的兵力有2400人 佐藤正率领圆山支队从圆山出发 渡过大同江推进到平壤西北的顺岸 他们的目标是跟朔宁支队会合 一起攻击城北的牡丹台 圆山支队的兵力有4700人 朔宁支队和圆山支队会合之后 他们就不仅对平壤城北面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而且还切断了清军在益州方向的不极限 我们能看出来日军攻击的重点 是平壤城北的牡丹台 日军认为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 是必须要拿下的高地 日军的圆山支队和朔宁支队 加到一起有7800人的兵力 这7800人的兵力占到了日军总体兵力的一半 而清军防守的重点 却放到了平壤城的东面和南面 清军没有想到 日本敢迁入到平壤城的北面 因为平壤的北面是清军的本土方向 日军要是想绕到北面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时在平壤附近的朝鲜人 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 都是支持清军的 清军在进入到朝鲜之后 对朝鲜的难民 都是本着宗主国的态度 沿途一路都在救济难民 而日军在朝鲜并不得人心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 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行军过程中 所有的朝鲜人见到日军之后 就回避逃跑 被日军强压来充当服役的朝鲜人 也都并不甘心服役 中途逃跑的比比皆是 日军绕到平壤北面的部队 一路上完全得不到当地人的任何补给 而且还经常被朝鲜人小谷的偷袭 所以日军的这两支部队 能绕到平壤的北部 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情 但是日军的战术就是出人意料 他们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日军从9月12号开始 就逐渐的蚕食清军的阵地 一点一点逼近 北面被日军合围之后 清军的补给就完全供应不上了 清军的后路也被切断了 9月15号凌晨4点半 大岛异常的混乘旅 在大同江南岸的川桥里 打响了平壤战役的第一强 出手在川桥里的清军 是马玉坤的义军 马玉坤率领着义军猛烈还击 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炮兵 也协助开炮轰击 双方的炮火对轰 战场十分激烈 日军的士兵冒着炮火 对清军的营垒发起冲锋 日军在冲锋的时候 暴露在开阔的地面 毫无掩蔽 伤亡惨重 日军督队官下令 宁死无退 驱赶士兵 拼死冲击 清军凭借着营垒的优势 枪炮齐发 稳稳地守住了阵地 在巩固了阵地之后 清军向日军发起了反冲锋 清军接连夺下了日军的两道战壕 双方的对战 从凌晨四点半 一直打到了下午两点半 打了十个小时 日军伤亡太重 大倒一场下令撤退 这场战斗 清军以2200人的军力 击退了日军的3600人 而且造成了日军伤亡430多人 清军方面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这场战斗 也被平衡为是清军 在整场甲午战争的陆战里面 打得最好的一场战斗 在平壤的西南方向 野金道观率领第五师团 也向清军发起了进攻 负责守卫这个方向的是 魏如贵率领的圣军 圣军作战勇猛 在抵挡住日军的第一波冲锋之后 圣军的骑兵队 立刻发起了两次反冲锋 但是清军的反冲锋 也被日军打退了 清军士兵战死130多人 战马有273头被击毙 看到冲锋出战不力 清军就放弃了冲锋 坚守阵地 这一线的清军壁垒众多 而且很坚固 日军的炮火无法摧毁 战斗一直打到中午 日军没有任何进展 野金道观也下令停止攻击 暂停休息 上面的两场战斗 是平壤东南方向的战场 和西南方向的战场 清军都坚守住的阵地 但是日军攻城的主力 是平壤北方的战场 日军在平壤北面 是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 一共有7800人 清军方面 防守平壤北面的是 左宝贵的凤军 和从崖山退回来的一部分军队 一共才2900人 2900人对战7800人 清军的军力处于巨大的劣势 而且敌军主攻的目标 是城北的制高点牡丹台 防守牡丹台的是左宝贵的凤军 左宝贵的凤军 我们多说一下 这是凤军 应该算是清军的五支军队里面 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 因为其他的几支军队 在近二三十年来都没有过太多的实战经验 而凤军在东北一直都在剿匪 实战经验很丰富 左宝贵也是因为东北需要剿匪 才被调到凤田的 左宝贵是一名老乡 他是一名实战经验很丰富的将军 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军 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立功得到了晋升 后来在镇压免军的时候 归到了李鸿章的回下 在平定了太平天国和免军之后 怀军参与的大规模的内战基本就没有了 清军的这些武将呢 升前的机会变少了 但是到1872年的时候 直立热和的马贼比较多 这正是左宝贵的房地 左宝贵率领着部队追缴马贼 他又获得了战功 得到了晋升 直立的马贼被剿灭之后 朝廷发现左宝贵 剿马贼很厉害 又派他到东北去剿马贼 就这样 左宝贵就到了凤田 凤田的附近有很多只大古的马贼 左宝贵率领凤军 不断地跟马贼斗争 他把各支派的马贼纷纷剿灭 所以凤军是一支 一直在战斗状态的军队 左宝贵带到朝鲜战场的凤军 本来有3500人 但是他留了一个营 在平壤后路的安州江远一带 负责后勤运输 剩下的凤军进入到平壤城之后 又有三个营的兵力 被派到平壤其他的阵地进行防御 所以左宝贵率领防守牡丹台的凤军 只有1400人 而日军进攻牡丹台的兵力 足足有7800人 双方的军力差距全数 日军方面负责指挥 朔宁支队和圆山支队的 是少将利剑尚文 利剑尚文是一个既有实战经验 又接受过近代化军事培训的军官 他出身于一个武士家庭 从小就接受武士的训练 后来进入到德川幕府 编练近代化军队 并且学习近代化军事 他在日本的岛墓战争里面 表现出来了突出的军事才能 被誉为东洋第一用兵家 后来他被派往欧洲留学 学习军事 回到日本之后 在明治政府的陆军任职 1894年晋升为少将 历见尚文率领7800人 共达木丹台 他并没有想到 清军驻守木丹台的兵力 只有不到2000人 根据日军方面的记载 15号副校 朔宁支队 首先向木丹台外围的 凤军攻势发起进攻 清军的兵力尽管弱于日军 但是抵抗的仍然很顽强 经过几个小时的作战 防守木丹台的清军 实在是无法抵御日军猛烈的炮火 木丹台阵地失线 清军退回到 平阳城北部外围的 最后一道防线 玄武门 日军占领牡丹台之后 他们就拥有了制高点 他们从牡丹台居高临下 炮击玄武门 再配合陆军 不断地向城门发起冲锋 当玄武门的防御 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左宝贵亲自登上城头 激励士兵们拼死作战 左宝贵身穿黄马褂 头戴顶戴化领 一般激励士兵 一边拿着步枪射击 他的属下就劝他 说大人 你把黄马褂换下来吧 您穿成这样太醒目了 会引来敌人的注意的 左宝贵说 我穿朝服 是为了激励士兵 引起敌人的注意 又有何惧 随着墙头上 越来越多的士兵倒下 左宝贵竟然亲自 操纵一门加特林机关炮 向日军扫射 在恶战中 左宝贵身中两枪 他依然不退 又过了一会儿 一颗榴弹正中他的胸部 左宝贵不幸殉难 左宝贵是 整个加务战争里面 清军陆军阵亡级别 最高的军官 左宝贵死之后 凤军的士兵 更是坚决死守 毫不退缩 但是终究是兵力相差太多 凤军坚持到中午过后 玄武门失守 当天下午四点钟开始 平壤城一带 下起了倾盆大雨 日军和清军 暂时停止了战斗 这场恶战 双方打得很激烈 在休战的时候 战场的形势是 大同将南岸的战场 马玉坤率领义军 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取得了胜利 西南战场 魏如贵的圣军 和日军不分胜负 平壤城北的战场 牡丹台和玄武门失守 外城被攻破 但是日军尚未攻入内城 从整体的形势来看 清军和日军 双方属于势均力敌 日军稍微占点上风 双方伤亡的人数 也相差不多 在停战之后 叶志超迅速召集 所有的将领开会商议 他提出要趁着雨夜 放弃平壤 向北撤退 叶志超说 北门的咽喉已经失去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 后方补给的路线 也被切断 要是敌军连夜攻城 我们是很难防御的 根据当时的形势 各军的将领 也同意了叶志超的提议 当天晚上 夜幕降临之后 平壤城北的 靖海门和七星门 悄悄被打开 清军冒雨出城 向北撤退 结果在撤退的药道 被埋伏多时的日军拦截 死伤惨重 根据日军统计 清军在逃跑的途中 被击毙的有1500多人 被俘虏的有683人 清军在15号白天作战的过程中 伤亡人数也就是七八百人 在逃跑的中途 损失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战死的人数 7月16号上午10点 日军从平壤南门入城 平壤的城墙上插上了日本旗 清军逃脱的部队 往益州方向逃跑 在9月24号渡过鸭绿江 回到了本国境内 从此之后 清朝军队再也没出现过在朝鲜 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对于这场平壤战役 清军战败的首要责任 毫无疑问是主帅叶志超 叶志超在承欢崖山战役中战败之后 他就谎报军情 说崖山大劫 也是因为他上报的是崖山大劫 清廷才奖励他 继续派他担任防守平壤的宗指挥官 在平壤的战前会议 上一作战方针的时候 叶志超的主张是防守策略 而左宝贵提出过不同意见 左宝贵他长期在东北的朝鲜边境防守 他对日军的了解 比其他的将领要更多一些 他认为日军的战斗力要高于清军 所以他提出来在战前 应该主动出击 击退日军的侦察哨兵 但是叶志超不同意 叶志超他经历过崖山的战败 他认为自己的军力不足 坚持要采取防守策略 而叶志超的整体的防守策略 都是偏向于保守的 甚至于偏向于消极的 最后呢 也是因为他没有坚守平壤的决心 导致了平壤战役的失败 叶志超在平壤战败之后 他又一次黄报军情 后来是被揭罚 才被判处斩监后 平壤战败 叶志超的责任当然难死其咎 不过呢 我们需要继续来 再深入探讨一些 更深层次的原因 退出平壤的决定啊 不是叶志超一个人做的 叶志超是和各军将领 开会讨论一起决定的 在上午的作战中 表现勇猛的圣军统帅魏如贵 义军统帅马玉坤 他们也都同意了退出平壤 这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呢 我们再回来分析 叶志超在会议上说的话啊 他说了两个要撤退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城北面的牡丹台和玄武门尸首 第二个是弹尽粮绝 那第一个原因 牡丹台和玄武门尸首 造成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 这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第二个原因 弹尽粮绝 如果清军真的是已经弹尽粮绝了 这毫无疑问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清军弹药的情况 关于揭开弹药情况的详情 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邱凤驰 邱凤驰是在平壤城里面 负责管理圣军军械和弹药的委员 在逃跑的途中 他被日军俘虏了 战争结束之后 他被释放回国 回国以后 他对自己在平壤经手 办理了军械收发事物 做了详尽的数值报告 根据邱凤驰的报告 圣军在国内出发的时候 每名士兵随身携带了150发子弹 驻守平壤的圣军 大概有5000人 这样一算 士兵随身携带的子弹 一共就是75万发 圣军在到达平壤之后 一共接收到了 两批军械弹药等物资 这两批包括 75毫米科鲁门行营炮炮弹 1200发 两磅小行营炮炮弹 1200发 加特林机关炮炮弹 5万发 各类步枪子弹 50万发 从9月12号开始 圣军跟日军的前哨 就有小规模作战 一直到15号正式开战 截止到15号中午停战 圣军子弹的消耗量 高达75万发 也就是说 圣军从国内 携身携带的弹药 已经全部都打光了 后接收到的50万发子弹 已经完全不够 再打一次 类似于15号上午 这种强度的战斗了 圣军的情况是这样 其他各军的情况 也都差不多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 日军缴获的清单信息里面 也能得到差不多的数据 在战斗结束之后 日军方面缴获了 清军75毫米的 科鲁伯炮18门 缴获了炮弹516发 平均算下来 平均每门炮 只剩下不到30发炮弹 另外 日军缴获了 加特林机关炮4门 炮弹117发 加特林机关炮的射速 差不多是每分钟20发 4门机关炮 117发炮弹 只够发射几分钟 按照这样的弹药情况来看 叶志超说的弹禁 也确实是事实 清军确实是已经弹禁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说的两局 朝鲜的战场 由于李鸿章一开始的举气不定 迟迟没有增兵 等到决定增兵的时候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 圣军 义军 凤军 东北炼军 这几支部队 在进入朝鲜的时候 为了能够加快清军速度 他们只期待了必要的粮草 和少量的弹药 关于重武器 大批弹药和粮食 这些都是在军队出发之后 由各地陆续向前线转运的 就是这些后续转运的物资 出现的问题 在平壤的这几支部队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补给系统 他们此刻虽然都同时在平壤城 但是每支部队的粮草和武器 都是他们各自的省份 进行筹措和提供的 相互之间互不接济 而且是独立运输的 从清朝国内往朝鲜运兵也好 运物资也好 效率最高的路线 应该是用轮船 从天洁 旅顺等港口 直接横渡黄海 进入到大同江泄载 但是呢 自从封到海战之后 这条线路就变得太危险 被放弃使用了 后来运输物资的路线就变成了 从轮船从天津出发 运输到旅顺泄载 然后把物资换到百姓的小木船上 由这些百姓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 无法进入的近海潜水运往亚禄江 从亚禄江卸载到朝鲜江边的城市益州 这样呢 益州就变成了各路清军物资的汇聚之地 盛宣怀在益州设置了益州转运局 物资到了益州之后 由各支军队分别自行派人 从益州再运到平壤 所以我们能看到 左宝贵的凤军一共有3500人 他要分出一个益500人 承担凤军从益州到平壤的运输物资的工作 其他各路军队也差不多 他们出发的时候都没带长服 所以只能派士兵承担转运的工作 然而呢 从益州到平壤的道路只有土路 他们在朝鲜作用当地的牛来拉扯 各地的运输队积在一条土路上非常拥挤 再加上连日下雨 道路拧命 牛车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清军整个的这条后勤物资运输的路程非常长 而且非常慢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拿盛军的一次运输来举例 盛军的一批物资是8月16号从天津出发的 8月18号到达了旅顺 然后再旅顺换民船 换民船的过程呢 由于民船不够 盛军又出不起高价 所以耽搁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9月初 这批物资才运到益州 从天津到益州转运站 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还要继续从益州运往平壤 益州到平壤又需要8到10天的时间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 在9月10号左右的时候 日军就已经绕到平壤的后路了 他们已经切断了陆军的运输线 所以清军建立的这条特别漫长的补给线 他们用这条补给线 只成功的提供了一次补给 进入到平壤的这些清军呢 他们在平壤战役爆发之前 只接受过一次补给 后面的补给就再也没进来了 我们看战后 在益州转运站的清单 堆积在益州的军粮 一共有7000单 其中有魏鲁贵圣军的粮食3000多包 有叶志超 武益军和直立炼军的大米2000单 有马玉坤益军的粮食1000单 这些粮食都是在9月初 到达益州转运站的 但是呢 由于益州到平壤的运输线 被日军给切断了 这些粮食都没能运到平壤去 这些部队里面 只有左宝贵的凤军的军粮运输成功了 凤军的运输队没走陆路 他们是冒险走了水路 他们从益州装船运到了平壤 走了八天 平安到达的平壤 运进去了2000单粮食 所以平壤城里面的各路清军 他们大部分都只有出征时候 自行携带的军粮 没有得到后方的任何补给 清军的粮食在吃完之后 他们只能向平壤城内的老百姓征粮 平壤城的老百姓一共是2万人口 他们要为1万多的清军抽搐粮食 难度相当大 在这种情况下 征收上来的粮食 不管是什么种类 只要提供粮食一概都接收 在平壤战役之后 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清单里面 记录了缴获的清军的军粮 军粮的种类是五花八门 一共有大米2600单 魏陀峭的稻谷302单 大麦4单 素米817单 小麦317单 玉米102单 从这个清单我们也能看出来 清军后期的军粮 主要是依赖于朝鲜当地的征收了 按照这个清单的粮食数量来算 只能够维持清军坚持一周左右的时间 要是再算上城内的2万朝鲜居民也需要吃饭 就只能维持三天了 就这时候城内的清军 也直到后方的不极限给切断了 不会再有运输队进来了 叶史超说的粮绝 平壤城内的情况确实是指 也到达了粮绝的程度 所以叶史超和各路的将领 已知都同意撤出平壤城 城北的牡丹台和玄武门释手 固然是个原因 但是很显然 弹禁粮绝是更重要的原因 平壤战役的失败 主帅的问题肯定是个大问题 但是清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包含前线各支军队的协调 和后勤的运输补给能力 这些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 说到主帅 这里面插一个话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 六月初的时候 朝鲜的局势紧张 翁通和在朝廷里面是主战派的领袖 他曾经提出来 要派出刘锦棠到朝鲜战场 作为陆军的主将来打这场战争 刘锦棠当时五十岁 年纪不算大 但是身体状况不好 他已经从新疆卸任了 正在湖南老家养病 刘锦棠在接到朝廷的预指之后 立刻报病启程 但是非常不幸 他刚到乡乡县城 突然病情严重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刘锦棠在去世之前 还在关心朝鲜的战场 说要召唤他在新疆的手下 张骏和董副祥处战 关于非将军刘锦棠的军事才能 看过我之前影片 收复新疆的观众 应该都很清楚 刘锦棠是非常善战的 当时放眼清军的所有将领 应该都没有能超过刘锦棠的 只是很可惜 刘锦棠没能上战场 他离加武战争的战场 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说历史没有假设 但是刘锦棠要是能上战场 虽然清军的整体素质比日军要差 但是如果他上战场 能否扭转战局也是个未知数 刘锦棠的去世 是当时整个国家的不幸 这场平壤战役 是整个家务战争里面 陆军战场的转折点 从此以后 日军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好了 平壤战役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开通了1921年到1945年的 专题历史课程 有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